第461集 斩尽杀绝 附近所有的草木山石都被整齐截断,临母尽摧 在剑光飞出的一瞬间,楚洋的身躯一闪,凭空从当地消失,已经到了南面 一剑一个,将五个正在逃命的王座杀死 长啸一声,带着漫天的血气和杀鸡冲天而起 略空飞略了数百丈,就如同一个斩尽杀绝的狂魔 在半云半雾之中追杀仅剩的几位黑魔王座 刷了一下,一位王座不可置信的仰面跌倒 没心处出现一点淡淡的血光 随即砰的一声鲜血冲出来 从额头向下,身体缓慢的分开 变如一个吸管被从中间一切两半 在他身躯两片刚刚分开跌落地下的时候 楚洋已经如同一抹流光穿过无尽的旷野 将剩下的七个人一一斩于剑下 毫不留情,干净利落 这鲜血的味道,总是这么让我迷恋啊 剑林长叹一声 可惜,不能藏在外面 这么一会儿,我的神魂之力已经消耗了不少啊 身子一闪,离开原地 再一闪,一惊来到孟超然面前 随即猛的一颤,楚洋的身体就软软的倒了下去 牙关紧咬,昏迷不醒 孟超然到现在还处于极度的震惊之中 他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这个徒弟竟然能够运用出如此惊天动地的恐怖手段 竟然在一刹那间 将面前黑魔的三十位高手尽数屠戮 斩尽杀绝 只见剑光神龙一般飞舞 人头滚滚,鲜血四溅 刹那之间就已经结束了战斗 正在目瞪口呆之中 却见楚洋飞累而来 正要迎上去问问到底咋回事 却见到自己的好徒弟一头栽倒在地 口吐白沫,浑身静卵昏迷了过去 转身一看 自己的另外一个徒弟谈谈 也是口吐白沫,浑身静卵昏迷不行 孟超然无奈了 感情我也就是个给你们两个当保姆的命啊 孟超然长长地叹了口气 先是将散落一地的战利品收了手 以孟师傅的心思缜密 绝对不会犯过这等机会 然后将两个徒弟挪在一起 扛麻袋一般扛起来 吭哧吭哧地扛着走了一段路 终于找到一个山洞 将这兄弟两人扔进去 这才一下子坐下来想要喘口气 这一坐下来才发现 自己损耗生命内极限狂奔所造成的严重伤势 居然已经好了 好了 孟超然真的纳闷了 怎么就好了呢 随后他就想起楚阳出手之前往自己嘴巴里头塞的那粒药丸 难道是那颗药的原因 但是这世上怎么能有如此神药呢 孟超然感觉到自己浑身神丸弃足的样子 似乎现在就算是皇级高手来了 自己也能对战一番 他不用得愣住了 最离谱的是 他发现自己非但没有受伤 而且那困在王座八品的原力 似乎也有了瓶颈松度的迹象 试着运了运功 顿时一股佩然的力量从丹田中涌出来 充斥进经脉 然后贯住进入丹田 如此三个周天之后 孟超然惊愕的发现 自己就这么轻易的突破了王级九品 而且那股原力还是有增无减 仗得自己浑身难受 干脆继续运功 全部纳入丹田 收工站起来的时候 孟超然的脸色很是奇怪 又像是想要哭 又像是想要笑 一会儿皱眉 一会儿瞪眼 他发现自己居然突破了 一品黄座 而且现在的功力 卡在了一品黄座巅峰的地方 只要有气急出现 随时随地都能够突破黄座二品 这可真是晕了 这可曾经是自己毕生的愿望啊 如今居然在这么稀里糊涂的情况下 突破了 而且自己本来是不应该突破的 为什么会突破啊 孟超然被这个结果震惊的愣了好大一会儿 没吵过气儿来 然后他才想起来 坏了 自己怎么把楚阳和谭谭放到一起去了 晕了 这下子别把楚阳给烤熟了 他急急忙忙跑进去 将两个人分开 伸手一摸 嗯 楚阳没事啊 难道这大徒弟如此抗热吗 再一摸谭谭 孟超然顿时瞪大了眼睛 怎么不烧了 又摸了摸 前后都摸了摸 孟师傅傻眼了 这接二连三的事情 可以说是目不暇接 孟师傅的心理承受能力再强 可是接二连三的遇到这种根本没法解释的事情 而且还发生的如此密集 真的是无奈了 孟超然狠狠的在自己的大腿上掐了一把 顿时疼得呲牙咧嘴 不是做梦啊 他不由得顿时正在了那里 良久良久 直到楚阳身疑一声 软绵绵地爬起来 孟超然还沉浸在这些事情里面 不能自拔 师傅 您没事吧 楚阳抚着自己的额头 头有些疼 脑袋里面似乎有千万根钢针在刺 浑身有一种很彻底的无理感 每个关节都在断裂一般的疼痛 那是一种发自灵魂的虚弱感觉 这剑灵入体的后作用 还真是让楚阳有一种强烈的后怕 这种难受的感觉 纵然以楚阳的坚韧神经 也是不想尝试第二次 一年中的剑灵 也是一片虚弱的情况 已经钻到玄阳玉和玄阴玉的阵势之中 全力恢复去了 纵然在这段时间里恢复了不少 但这次的消耗 却也着实不小 楚阳 孟超然的声音很沉重 你的身上貌似有太多的秘密啊 是 师父 楚阳轻轻笑了一声 既然是秘密 那就不要跟我说 孟超然告诫道 最好是任何人都不要说 让它烂在你的肚子里 这种秘密太过强大 若是一旦泄露 恐怕 他的脸上露出了深深的忧虑之色 然后他郑重地看着自己的得意弟子 这个世上的强者 不知道有多少 所谓的王座皇座 不过是过眼云烟 更强大的存在 甚至未知的存在 也未必不可能 若是有万一的话 那可是谁也保不住你啊 孟超然深深地看进楚阳眼中 你明白吗 弟子明白 楚阳正色说道 他虽然早就已经了解孟超然的性格 但对于孟超然今天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竟然能够忍住不问 还是感到浓浓的佩服 强如魏公子 仍然要问 但孟超然却死活不问 他宁愿自己的弟子将秘密烂捞 宁愿自己一生都不知道 一生都闷着 也要保住弟子的安全 师父 以前弟子真的没发现 师父您的定力竟然如此高强 楚阳发自内心的说道 世人都有家人父母 妻子儿女 你我师徒情同父子 自然什么都可以说的 但为师若是遇到了某个人 也是无法保守秘密的 而人都有自己这样的 无法在他面前保持秘密的亲密的人 所以秘密一旦进入第二个人的耳朵 就再也不会是秘密了 所以你虽然想要跟我说 但我却不想听的 是师父 楚阳恭敬地说道 随后疑问道 师父 有一件事情 我始终不解 什么事啊 楚阳斟酌了一下 师父的定力 纵然不可说是天下第一 但弟子却没有发现第二个人 能够比得上师父 按说 师父的修为应该是 为何却 他顿住了 孟朝然呵呵一笑 这很简单 因为当初我出了点事情 因为你师娘的事情 被人用画脉手打了一下 画脉手 楚阳浑身一震 眼中露出了凌厉的光彩 九重天主宰世家第一的业家的独门绝学 众之三天若不得解 就周身经脉 化为乌有 从此变成天下最惨的废人的画脉手吗 画脉手 实在是叶家震慑九重天的戾气 只要被一巴掌拍在身上 那就完了 这种功夫并不致命 但却比任何一种能够致人死命的功夫 更加恶毒 因为中了这种功夫之后 不管你是什么修为 浑身经脉都会在三天之内变成乌有 没有了经脉 灵力如何运行 随着时间过去 中了画脉手的人 只能逐渐变成 连一根手指头 也不能动一动的活死人 但却神志无比清醒 甚至说 如果说在中了画脉手三天之后 你的眼睛是睁着的 那么你连自己闭上眼睛都做不到的 这才是真正的恐怖 尤其是对于一位高手来说 更加生不如死 不错 孟朝然淡淡的笑了笑 梅雨间略过一丝深深的痛楚 似乎他的灵魂在这一瞬间静乱了一下 你师娘为了救我 以答应回到家族的条件 换来了我的生计 但那个时候 已经过去了两天半 纵然服用了解药 也已经经脉僵化定型 孟朝然正正的愣了一会儿 才吐出口气 所以我只能如此暂居天外楼 苟延残喘 原来如此 楚阳眼神一冷 慢慢的说道 在他这句话中 连他自己都没有感觉到 其中蕴含的寒意 究竟到底有多深重 叶家 不过 从去年开始 还是发生了两次意外 这两次意外 让我又重新的有了一点希望 孟朝然和许的看着楚阳 而这两次意外 一次来源于你 一次来源于谭谭 两次意外 我和谭谭 楚阳大惑不解 第一次来源于谭谭 得到了西灵圣鱼 孟朝然叹了好气 我无意中发现 西灵圣鱼 在谭谭的养育下 生长极快 而且 西灵圣鱼 吸取来的天地灵能 可以不受化外受的制约 让我能够持续的提升修为 而且这种灵能 格外快 也格外凝聚 所以我才能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 就能修炼到王座八品 哦 原来是西灵圣鱼的功效 还有一次 就是今天 来源于你给我的那颗丹药 我服下之后 发现伤势尽负 而且竟然有充沛的能量 一举突破了王座九品 接下来 更是一股作忌 冲进了王座一品 孟超然和和笑道 这简直是奇迹啊 奇迹 楚阳目瞪口呆 顿时就愣住了 刚才他掏出来的 分明是一颗不完整版的九冲蛋 只对恢复身体治疗伤势有效 怎么 孟超然居然还能借此提升修为啊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自己拿错了吗 第461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